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King Sun Tube的頻道 今天我已經在西班牙 現在是早上早上 剛剛起床 現在就馬上出去我們第一個景點 主廣場 我現在就來到第一站主教堂 這個位置就有一個雕像在中間 然後側面全部都是一個正方形 然後露天的地方 側面都是一些cafe 餐廳 讓大家吃吃東西 這個位置純粹是漂亮的 大家可以過來拍照 還有這裡的建築物都挺漂亮的 在我前面現在有一棟建築物 就寫著classer mayor 然後就是有一棟比較滑了畫 再漂亮一點的一棟東西 剛剛我就在這間店裡 買了一些果仁的糖吃 有很多都是手信 然後就加上給自己吃 這樣就一起買 剛剛在裡面試吃了 都覺得挺好吃的 買完這個糖之後 現在就是去下一站 下一站就是一個市場 到了就再拍給大家看 這裡就是market 進來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有些臘肉 然後又有些小食 這個market很聰明 它就會定時在上面噴水 然後就是幫這個market恆溫 我們在這裡叫的第一樣東西就是這個炒飯 這個是小的 但是其實都挺大 現在在我正前方就是主教堂 這個教堂距離剛剛我的market 是走六分鐘的路程 很快就到了 現在就進去看看 等著紅綠燈 這裡就是教堂的大門 那這門很漂亮 它是有些坑紋在這裡 然後就是一幅畫的樣子 現在就要在側門進去 那現在就看完教堂了 現在就看馬德利皇宮 那很近的 就是跟這個教堂 真的是在鄭旁邊的 那我都建議大家看完教堂 就去皇宮看一下 那都澄清一下 其實我不是什麼基督徒 很虔誠的信徒 純粹我覺得來歐洲旅行 除了吃東西之外 因為參觀的都是教堂 那我現在就要入身後的皇宮 那就要在這一邊排這條隊 然後就進去買票 之後才再進去 那進去就再拍下給大家看 那anyways 剛才都再進去 進去旁邊這個教堂 那不過呢 這一邊就要再付錢 付完錢之後 進去是不允許拍片 不允許拍照的 所以就沒有拍給大家看 不過裏面你當可以量一下冷氣 還有有更加多教堂的東西看 那現在就已經進來了 那剛剛就要過一些開關 那因為 都要擔心有沒有人帶一些 不適合的遺禁品的樣子 那剛剛都放了些袋子進去隔晚了 那現在呢就真的太熱了 就去了買個水飲買個可樂 那因為 那因為 在外面補曬了 差不多半個小時已經 因為排隊進來 那現在呢我就走樓梯上去 這個 這個 Cafeteria 然後去 買個水飲 我現在已經進來了這個皇宮了 那這裏呢就是個中庭 那現在呢就準備進去 最主要的那一棟東西入面 那都是要排隊 然後show你剛剛買的那張票 那就可以進去的了 那這裏呢就是 不知道這裏是不是就是 平時看電影見到 那些貴族在那裏跳社交舞的地方呢 這裏的地板都好似的 因為是這樣的 當然啦 這些皇宮 都是天花板會有一些 關於神的一些油畫 走完城堡之後呢 我們就馬上去了Statue of the Bear and the Strawberry Tree 那之後呢就在附近 找了一間挺好吃的餐廳 就叫做Rossila Loka 那這間餐廳的裝修和菜式 都非常之特別的 那我最有印象呢 就是這個西班牙炒飯了 吃完晚飯之後呢 我們就回去煮廣場那一邊 那就是吃一間很出名的 一間Churros店 但是呢 因為平時吃的Churros 都是點瓶子醬 而這裏呢 是比較傳統一點 就是點這個朱古力醬 的 今天呢就是我在西班牙的 最後一天 那我們去到第一個景點呢 就再跟大家見面 那來到馬德里呢 就當然要看一看他們的球場 那我們第一站呢 就來到San Diego 這個Stadium 那已經進來了 那剛剛進來呢 就要經過一些安檢 那因為都是安全問題 那但是現在呢 就因為裝修中 有很多地方呢 都是封住了 又或者有些布 這樣遮住的 那現在就慢慢地 繼續在這裏走 那現在開放的地方呢 就只有Museum啦 那是不可以進去球場啊 又或者球員休息的地方那裏 去參觀去看 那這個Museum呢 就是周圍有些照片 然後在前面呢 就是進去的了 那進去呢 我們都是要排隊才進去的 那一陣子進去呢 就再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裏呢 就是給大家去申請一些Membership卡的 那小朋友都有申請 那價錢呢 就是10歐的 那現在呢 就正式進來 這個博物館了 那一進來呢 就立即見到一個獎杯 那還有一個 皇家馬德里的 標誌 那這個獎杯呢 是寫著22年的 在上面 這裏呢 就有個球場的模型 那現在裝修緊了 就搞到在外面看不到球場的樣子 那就唯有在這裏看了 這裏呢 是更多不同的球場物 這裏有些以前的球鞋 以前的足球 那還有一件1930年 的球衣 那第二邊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獎杯 最夠呢 就是這個 1986年 那在旁邊呢 就還有的 有很多球員的一些照片 有很多都是MVP來的 那也有說回球會的歷史 就是有說 那一年在哪一年 在什麼地方贏了 那一個球 或者排第幾 2003年 就簽了 碧咸 還寫了在那 不過都這麼小 那旁邊呢 就有司朗 在米蘭 那個球 再走到下一個 這部份也有很多大小小的獎盃 這些就是他們所獲得的獎盃 一邊走就看到有不同年代、不同日期 還有大小小的獎盃 看完獎盃之後 現在就準備出去了 就是出去看大球場現在的樣子 這裡就是球場現在的樣子 因為他們正在換地 可能之前舉辦過籃球賽 或者現在準備要舉辦其他不同的運動賽事 所以他們正在裝修 我們現在已經坐在觀眾席上了 有點吵 因為正在裝修 剛才也說到 就是因為現在正在裝修 所以是不可以下去下面看 我猜是球員休息室的地方 都是在裝修 所以就不能進去 看完球場之後 就來了這個荔池公園 那天很好 天氣非常之好 非常舒服 現在就拍完這間酒店的room tour給大家看 首先這裡就是正門 還有一張平面圖 這邊有些插卡位 燈鍵 這個位置已經是洗手間 洗手間有洗手盆 風筒 挺好的 然後再去這邊 就有馬桶洗澡 有些位置給你掛毛巾 這裏都是有花曬的 很重要 不過水力我就覺得有點弱 那再看一個廳 那這裏有個行李架 他有給我們 挺好的 然後有一張沙發 那這裏就是我的行李架 但是其實下面是有一張桌子 然後這邊就是書桌 那這張書桌下面有個雪櫃 你看看 看到有我們前幾天買的 Palmerham 這個就是我們買的Palmerham 那裡面的東西 上網看了就說要付錢 所以都是沒有碰到的 那旁邊這個櫃就是擺杯的 那這張床是一個雙人床 那現在有點亂 因為剛剛睡醒 那之後呢 就對著一部電視機仔 不算很大的 那再來看看衣櫃 那衣櫃就有個全身鏡 那一打開 就有個甲蠻 然後有些膠袋 這個膠袋是索袋 挺好 然後有些鞋抽 那再看看另一邊 然後另一邊就是 直接放衣服的衣�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要like、share和留言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就記得要subscribe這個頻道 如果想第一時間收到出片的資訊的話 就記得要按訂閱旁邊的鈴鐺 那這條影片再見 拜拜